我心目中的125機車是要車體結構穩固 要讓我們騎乘的時候比較安全 還有要符合年輕人的需求 比較酷炫 然後有科技未來感 我理想中的125機車配備性能要足夠 像是車廂大一點 然後大燈要亮一點 集中一點 當初看到它的大燈非常的喜歡 因為非常有造型感 然後也非常的銳利 所以非常的信誉我 這台車陪我做過最難忘的事情 就是它在我大學的時候做過24Line的環島 就是我騎的這台車帶著女朋友到處旅行 留下美好的回憶 這台車就像我的小老婆一樣 只要她陪伴在我身邊 那一刻都是我感動的時候 就是它是我人生中首選的第一台摩托車 新一代借著保留的家族特色 它的DNA有前雙一眼大燈 以及燈梅式的定位燈 還有就是分離式的後塗鋪 12吋的旋風式新設計輪圈 有更具跑車意向的風格 在車身上面有分色分離的設計手法 讓它更具跑車質感 分離式的雙尾燈 有回勾式的設計 後方的視線更具辨識性 除此之外更加入了擋車元素 有如仿賽車般的分離式前塗鋪 軟尾牌照板 以及全包覆式的排氣管 大大提升新一代JET的跑車風格 以及整體質感 新一代JET在引擎跟車體 兩大部分有著全新的進化 在引擎部分 藉由共用旗艦Fighter 6的全新設計 具備有高性能跟低噪音的特點 並且可以爆發出重機最大的13匹馬力 在車體部分則藉由升級12吋胎 縮短軸距 以及扭曲剛性提升達35%的全新車價 提供最佳的操控性 以及同級最大的行價 當客戶第一次告訴我說 藉著要做這三年來 最大一次改款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對這個產品 非常非常地好奇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們的消費族群是屬於年輕人 年輕人他們是非常有主見的 那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產品 才能夠讓這群年輕人感到滿足 好 等到我實際看到這台車的時候 我有發現到了幾點 就是說Jet它有保留它原本的鞋桶 它的音準是雙大燈 它的定位燈 它的厚土粗 然後它的流線跟前衛的外型 都讓我覺得非常非常地驚豔 那我實際試乘這台車了以後 我有發現它的前腳墊 有變得比較大一點 讓我騎乘的時候非常非常地舒適 然後左右轉彎的時候也非常地靈敏 它甚至過彎的時候 我也都覺得非常地順 讓你借這台車 雖然是125cc的極具車 但是它卻展現了 猶如優雅超跑的質感與性能 那我相信 而且我也非常有信心 覺得說這台車上市的時候 一定會造成一股蜂巢 相信對消費者來說 一定會成為他們注目的一個焦點 這台車在我試騎完山路給我的感覺是 它的整體性反應力靈活度很好 然後騎腳夠大 是一台很好的車 讚 征戰專業賽事多年以來 我認為一台優秀的賽車需要具備的條件 除了很大的傾腳 可靠的自動 充沛的動力 以及靈活 平易近人的特性 這才是我真正所需要的 我覺得一台良好的賽車必須具備 1.大傾腳 2.操控靈活性 3.過彎穩定性 在騎完JET之後 我發現它的傾腳非常的大 操控靈活性非常的優異 在低速過彎 及高速過彎的穩定性非常的棒 它是我心目中理想的賽車 3.操控靈活性 4.操控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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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騎完這台車之後 這台車的體質可以說是相當優異 在剎車以及動力的表現 就讓我覺得很可靠 也很安心 在過彎的穩定性 以及靈活度 也都是很好的 這台車絕對會是我心目中 立向的賽車 靈活性 作詞 sparked